台南新市区日前有一辆汽车停在路旁 没想到车内的手机竟然是起火燃烧了 可以看到驾驶座前方的手机被烧到焦黑 还延烧到前挡风玻璃 也被烧破了一个大洞 消防人员到场随即出水灭火 所幸当时车内无人 现场只有汽车遭到波及 无人受伤 出盼疑似是中午高温 阳光经由挡风玻璃聚光照射在手机上 造成离电池自然萤火